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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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評判、來賓、同學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保良局主辦第四屆全港小學校制辯論賽 次次活動是由保良局主辦 並由idebate.hk承辦 我是今場比賽的主席周靜儀 今場進行的賽事是第三輪初賽 便是為父母不應有權選擇子女性別 首先,讓我為大家介紹今場比賽的評判 他們分別是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辯論隊陳德康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青樂幼稚園校長趙家文小姐 以及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王天宗先生 多謝三位評判在白忙之中抽空出席 為今場比賽評分 接下來,我會為大家介紹今場比賽雙方的隊伍 首先是正方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主便為謝偉賢同學 一副為盧映童同學 公便為麥凱琳同學 以及傑辯系偉凱晴同學 接著是反方沙田崇珍學校 主便為蔡震翰同學 一副為李丁橋同學 公便為吳永恩同學 以及傑辯龍日朗同學 請大家再一次以掌聲鼓勵一下我們的同學 希望他們稍後的時間可以有好的表現 而今場比賽的流程如下 比賽是首先由正方主便開始 然後反方主便 如此類推 反方一副發言過後是公便的時間 最後是由反方結辯先行總結 之後再由正方作結 每位便員發言時間為3分鐘 發言時間完結前30秒會有1下鐘聲提示 發言時間終結的時候會有2下鐘聲提示 每位便員發言時間完結之後會有15秒緩衝時間 緩衝時間過後會有3下鐘聲提示 超越15秒緩衝發言時間即被扣分 每超5秒每張分子將扣除5分 不足5秒也會當5秒計算 而在公便環節方面 每位公便的發言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將會有2分鐘的時間 公便向對方的主便和一副作盤問 反覆問答後直接時間結束 而第二部分也有2分鐘的時間 公便向對方的結辯作盤問 每次的盤問和作答時間是20秒 不可以超時 而作答一方也不可以反問 只可以回答 盤問一方也不可以打斷對方作答 否則主席會提出警告 而比賽進行的時候 嚴禁攜帶書籍或參考資料到台上 以嚴禁台上邊緣與台下的觀眾 進行任何形式的溝通 為例者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而一切的發言也會以粵語進行 否則每位的評判會斟酌分 而人名以及書名可以使用外語 任何的發言也不得作人身攻擊以及誹謗 而時次的比賽將進行錄影 各辯員發言須使用大會提供的咪高峰 而最後提提各位辯員 發言之前先向主席示意 聽到鐘聲一下 之後才可以發言 如果沒有疑問的話 比賽就正式開始 好 首先有請正方的主辯謝偉賢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發言前請示咪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請示咪示咪 主席評判 再作各位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聽過送子觀音或者多仔分 今時今日科技進步 我們不再需要求神問卜 用基因識別 試管嬰兒這些技術 我們就可以一索得難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異學科技的進步 是為了應對一些嚴重的遺傳病 如果所有父母都可以任意 按自己的喜好去選擇子女的性別 會不會成為濫用呢 要解答這個問題 我們首先要認真反思 究竟父母和子女之間是一種什麼的關係 夏佛大學著名教授 Michael Sandel 就指出子女不是父母的一件產品 而是家人 相信大家都會認同 作為一家人 父母對子女是有平等的尊嚴 和包容的愛 今日變態中的有權 是指父母有這樣的權利 當中包括兩個準則 一是合乎道德倫理 一是合法 如果有方今天認為 父母是有權基於任何理由 選擇子女的性別 就要跟我們論證這樣做 是合乎道德倫理 而且政府應該要立法保障這種行為 但我方認為 父母選擇子女性別 是有違倫理 亦都不合法理 首先 道德倫理方面 有人會覺得 喜歡兒子還是女是父母的自由 他們應該可以自由選擇子女性別 但是西班牙生物理論學協會的主席 娜德利亞提醒我們 允許應而性別選擇 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 因為這樣 等於認同父母可以操控 決定子女的人生 而且認同父母對子女的愛 是有可以以性別作為條件 對自己心水就喜歡 不對心水就不喜歡 自學家哈巴馬斯直接指出 透過醫學科技而造成的嬰兒 由一出生就是父母的附屬品 失去了人最基本的自由和平等 這種有違倫理的做法 又怎能成為一種權利呢 另外法理方面 如果政府立法保障父母選擇子女的權利 就等於給社會一個信息 父母任意選擇子女性別 是正當的行為 這樣會有鼓勵的效果 令更多父母因應自己的喜好 任意選擇子女性別 社會學者指出 性別偏向如果合法化 成為社會規範 就會引致更多墮胎 棄嬰的情況 加深了性別不平等的情況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你們認為父母有權去選擇子女的性別 是不是認同父母可以 基於任何理由去選擇子女的性別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辯所用的時間為2分51秒 沒有超時不需要扣分 之後有請反方主辯蔡振漢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發言前請先試麥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麥 試麥 主席 評判 有方同學 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的變態系 父母不應有權選擇子女的性別 開變之前 容許我為變態中幾個重要的字眼 作出界定 首先是父母根據香港 居直條例596章而言 父母是你的親身父母 領養父母或者是繼父繼母 在法律上 比應可作為一個未成年人士 的合法交換人的男女 至於變態中的選擇性別 就是在說法律上和 血緣上的未成年人士的 性別著出的傾向 今天的變態的精結 在於我方不是要證明 父母在任何情況之下 都有對子女的選擇權 我方退翻今天的變態 基準 在於父母必須在特定的前提 和特定的手段之下 他們理應有對子女性別的選擇權利 有方和我今天看出淋淋種種的例子 有方和我今天混流說聽 試圖證成今天的變態 但有方和我今天很明顯 完全忽略了變態中一個 很重要的字眼 就是權利 根據世界人權公約約章裡面提到 權利被密在任何情況之下 都可以行駛的 被權利保障的人士 必須受到約束 例如在香港裡面 在選舉期間 每一個選民 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選擇 投票給不同的政治人物 但是每一個選民 但選舉 這個投票權 要是在選舉規則下被保障的 即是說 如果在選舉期間 你投票過程中違反了選舉規則 那麼他們的選票就會作費 今天的性別 就是在 他們性別的選擇性 就是在父母身上 同樣都存在著限制 首先 什麼叫做特定的前提呢 其實在英國 1990年 《人類受精》和《配胎學法令》裡面說到 父母是有權去選擇子女的性別 不過這種合法性 合理性 為什麼會受到補償呢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 為了避免子女得到個別的性別的遺傳病 所以他們才會受到補償 而我方今天高改也是這個原因 至於我方所說的特定手段 是要符合淫度精神 底下做出的基因工程 或者是另一樣的方式去選擇子女的性別 我想回應剛才有方學學的論點 就是父母 理應對子女付出無條件的愛 如果父母 就子女的性別 有傾向或者是選擇 就是違反了道德倫理 還有最後 我想問有方學 有方學可不可以清晰地這樣跟我們說 如果 符合人道精神底下 父母為什麼不可以選擇子女的性別 建立一個他們心目中 所想 所求的家庭 多謝各位 反方主變所用的時間為3分05秒 沒有超時不需要扣分 接下來是正方一副 盧影童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請先試麥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麥 試麥 主席評判在在各位 大家好 聽完有方主變的發言 不難發言 他們的立論犯了3個錯誤 第一 有方主變問有方 是不是在音樂情況之下 都可以選擇性別 有方同學說 只是一個特定的情況之下 才可以去選擇性別 就是說 只是在一些很嚴重的遺傳病 才可以被父母去選擇性別 其實有方都認同 但是沒有人會把這一種的有權利 會視為是可以去選擇性別 這一種反而是一種的限制 如果有方同學認為父母是有權 為什麼不可以在容許大多數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去選擇性別 有方同學 是不是這些父母 會濫用現在的科學技術呢 有方同學舉出一些國家法例 容許的選擇性別 但是他們沒有說全世界上的國家 還有美國、密西哥、巴拿馬、塞浦路斯等等的國家 但是數來數去都只有這幾個 其餘接近200個國家都是不容許的 如果選擇性別 就是這麼合情、合理 為什麼就不合法呢 有方的負面 等等跟我們解釋一下 第三 有方同學說 父母其實是為了子女好 所以想選擇一個有利一點的性別 去組合一個家庭 但是這樣就叫做好嗎 真正的好是要愛子女 如果連性別都接受不到 那子女的未來有什麼缺點 父母又會怎樣對她 是不是打她 甚至不要她呢 在座各位 有方提出一些選擇性別的方法 我們都提過一些醫學技術的資料 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針沒有兩頭利 準確率高的技術通常奉獻度高 會令流產率增加 更可能會導致胎兒畸形 就算美國這麼先祝的國家 事貫因已的成功率都只是在五成至六成左右 大家又有沒有想過 這個不單只是技術的問題 還是社會倫理的問題 例如 父母一生想選擇子女的性別 但是失敗了 而類型的父母 就會當小朋友是一個失敗品 家庭慘劇可想而治 其實當我們認為 父母有權利去選擇子女的性別 就即是認同父母是可以控制子女 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的研究指出 性別選擇的傾向會構成女性在社會上的二等地位 會導致社會的男女比例失行 激劇男女的不平等 南韓當年因為有很多人用醫學的技術去選擇性別 1992年的時候 男女比例嚴重失行 所以 南韓的政府就已經立法去禁止父母去選擇性別 最後 我想問一下遊方的負面 你是否認為 各國都應該修改法例 被父母有權控制子女的性別呢 多謝各位 謝謝 正方一副所用的時間為2分56秒 沒有超時不需要扣分 接下來是反方一副李丁橋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發言前請先試麥克風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麥 試麥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 作作各位大家好 首先我要回應有方同學的論點 剛才有方就說 因為父母的意願而濫 用了這個父母選擇性別的權利 但是 我方就認為 我們父母包容的愛不是真的這樣的 而是父母因為他們有遺傳病 而不想遺傳給他們的子女 才迫不得已選擇去發射上萬的金錢 去做這個手術 我想 我想提出我方另外一個論點 首先我方必須要強調 我們認為在行使這個權利上面 其中一種就是 其中一種方法就是領養 領養是父母在選擇他們的樣子 或者養女之前 是選擇的合理手段 也都是受法律 以及孤兒的機構 或者是福利機構 治癒的權利 有方同學 領養父母的血緣 以及領養父母的生育子女之後 對於照顧未成年少女 他們同樣要付出同樣的責任 和同樣的心力 為什麼我們被領養的父母作出選擇 但是血緣父母就不可以呢 有方同學 選擇子女的性別 如果只是為了預防遺傳病 為什麼我們不照顧更加多 更有需要的家庭呢 有方同學並不能夠說明 父母在選擇子女性別上面 對於父母、子女以及家庭 帶來了什麼迫處 有方同學 我方也都提出核洗立法的 合法的選擇子女性別的手段 其中一個也是基因工程 有方同學 現在的社會有很多遺傳病 和都市病的人 我們可以見到很多新婚夫婦都想建立自己家 擁有自己小朋友 但是因為有些男性或者女性特有的遺傳病 而質疑了生意獄女這個考慮 有方同學 我們今天看到這些基因工程 可以令這些父母避免子女幻想遺傳病 而同時間可以令他們建立一個美滿的家 現在我們為什麼要樂而不為 為什麼一句違反自然就抹殺了他們的權利呢 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兩個問題 第一 是不是所有人工的東西已經是違反自然呢 第二個問題 有方同學如果父母不許避免子女幻想這些遺傳病 因為一句包容的愛令到他們幻想了遺傳病 有方同學選擇是一時 但是子女幻遺傳病是一生之久 是否有合乎道德和論理呢 謝謝各位 反方一副所用的時間為2分48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公辯的環節 首先是正方公辯的時間 請反方主辯以及一副集立回答 而你們每次的發言以及作答時間為20秒 請雙方變完先試麥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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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有方同學現今的醫術科技是否完美 是 那你知不知道如果準確度高的方法風險都會高的 知道 那如果出現流產或者出現K型的嬰兒這樣值不值得呢 但是在美國已經 那個人工受孕的成功率已經是90% 有方你講的是哪種方法 人工受孕 好 那如果出現 那那個方法是否都是高風險 是否會出現流產或者出現K型的嬰兒呢 我就重新一次 基因工程的成功率是達至90% 那他有沒有風險呢 有那些10% 對不起 有方同學 不是說百分率 百分率扣另外一個百分率就是剩下的風險 是兩個百分率的 90%是那個準確度 另外的風險都是很高的 有方同學 如果父母選擇子女失敗了 需要一個男的但生了一個女的 你覺得那個女的會怎樣呢 請有方同學再講一次題目 如果父母選擇子女失敗了 想要一個男的但生了一個女的 你覺得那個女的會怎樣呢 不會出現這些情況 如果有基因工程的話 就不會出現這些情況 那如果真的失敗了呢 失敗了只有百分之十 那你請回答 究竟如果失敗了之後 想要一個男的但生了一個女的 你覺得那個女的會怎樣呢 我覺得父母應該都是會用同樣的愛去 去疼他們那個子女 我也想是這樣 但是社會心理學家告訴我們 那個女的下場會很慘 知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 因為由父母想控制子女的一刻開始 她已經當了那個子女是她的產品 正方公辨時間結束 正方公辨時間結束 接著下來是反方公辨時間 請正方主辨以及一副站立回答 請正方主辨以及一副站立回答 你們每次的發言以及作答時間為20秒 請雙方便員先試麥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麥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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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開始 有方同學 你是怎樣來到會場的呢 我們是搭車過來的 那你們現在穿著甚麼呢 我們穿著下服 請問有方同學 你問這些 和便體有甚麼關係 你現在是不可以反問我的問題的 有方同學 你知不知道你們穿著的衣服都是違反自然 自然就是我們在天生在森林裏面的物質 那你是否違反了道德 有方同學 你都穿著 那你是否違反道德 你是不可以問我們問題的 有方同學 請你正面回答我們的問題 有方同學 我們現在是採用天然的元素 例如臉去製作我們的衣服 有方同學 那你是否種出來呢 你的衣服 我們的棉花是用種出來 那是否需要人工去加工 有方同學 請你不要離開這條問題 你知不知道 你這樣做是違反自然 也是違反道德的 聽你們這樣說 但是我們是有需要 讓父母選擇我們子女的性別 但是違反道德 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 有方同學 但是我們現在探討的主題是 會導致現在的社會男女比例失行 有方同學 即是感到十分荒謬 那我問你了 預防疾病是否一定需要 預防疾病 只是 預防疾病 只是這一個原因 不是一種權利 而是一種限制 有方同學 你認為 你同不同意預防勝於治療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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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 如果我們是預防的話 我們的費用少些 就是治療的時候 費用少些 有方同學請你重新一次問題 你同不同意預防勝於治療呢 同意 這樣我們是因為 反方公辨時間結束 現在是正方總結盤問時間 請反方結辨集立回答 你們每次發問 以及作答時間為20秒 請雙方便員先試咪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咪 試咪 開始 有方你們認不認同政府要立法 認同 但是現在多不多國家有立法 都算多 有沒有提升資料 其實不夠10個國家是可以的 有方 你是不是根本對這個資料不清楚呢 你是不是認為 父母在任何的情況下 都可以任意選擇子女的性別 我不同意 因為我們的方已經說過 要在特定的條件之下 才可以進行人工受任 或者基因工程 有方你所說的特定條件 是不是屬於醫療 我們所說的特定條件是 因為家長有遺傳病 才可以 為了避免有遺傳病的傳染 才可以進行基因工程 或者人工受任 那就是醫療 是不是 有方同學 我們已經說過 我們已經重申過 只要是有遺傳病 這個方面 那有方同學 你去醫這個病 就是要用醫療的技術 那就是屬於醫療 是不是 是 那只是醫療 還叫不叫有權呢 權力就是權利 譬如你有權去看醫生 你也可以 那就是 那究竟叫不叫有權呢 有權 那我說你有言論自由 但又說你只可以說好聽的話 那叫不叫有言論自由 不算 那就是醫療 就不單不算是一個有權 是不是 有方其實你也認為不是屬於有權的 只不過你是不敢回答 有方我們並沒有這麼說 請你從雙子潮 正方總結盤問時間結束 接著下來是反方總結盤問時間 請正方見別集立回答 你們每次發問以及作答的時間為20秒 請雙方先試麥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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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開始 請問有方同學 你認為養父還有養母有什麼分別呢 請有方同學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請你重生一次你的問題 養父還有養母有什麼分別 養父養母 兩個根本都是同一個關係來的 為什麼會有分別呢 那你覺得有權選擇子女的性別嗎 一定是要跟胎兒有一個直屬的關係才可以有權選擇 你是不是已經同意了我們方呢 你說是有遺傳病的基因 你才可以給父母有權選擇子女的性別 不是 一定是要 其實我們那方呢 都是認為 只要是有一些特別嚴重的遺傳病 才可以是有權去選擇的 那多謝了有方同學 你已經認同了有權選擇子女的性別 有方同學你需要清楚 這個是一個嚴重的遺傳病 這個不是一種有權 是一個限制來的 都是一部分 你有沒有想過所有的父母 都是包括遺傳病的父母呢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你不可以賴貓的 明明有限制和有權兩個根本就是不同的東西 有權力才有限制的 請有方同學正面答我們的問題 你都沒有提出這個問題 究竟你覺得 這個父母還有領養父母 究竟有什麼分別 我剛剛已經 反方總結盤問時間已夠 接著下來是 接著下來是傑變的時間 現在先有一分鐘的時間 給予雙方傑變作整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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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ý 謝謝 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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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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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主席 评判 在座各位 大家好 周花有到圣诞了 不知道大家准备好收礼物没有呢 有人说 子女是上天赐予给父母的礼物 未到拆礼物的一刻 都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 不知道今天有方同学是不是想迎接呢 听了整场比赛 我发现他们带了两份礼物给大家 第一份礼物 有方同学送上了一对武器 就是自伤矛盾 有方同学因为父母有权选择子女的性别 但是又说不是所有的情况之下都有权 只是为了针对遗传病而选择性别 其实现在世界上都有很多的国家 都容许医学的原因的性别选择手术 但是这些国家不是应同父母有这样的权利 相反是一种限制 好像如果政府说给我们言论自由 但是有这样不给说 改样不给说 只是可以说好听的说话 这样难道还叫做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吗 第二份礼物是一把刀 有方同学想用来斩脚趾 避沙虫 有方同学说 一向都有重男轻女 不如索性将选择性别合法化 但是大家都知道 法律是有指导性的效果 便想认同父母可以任意选择子女的性别 这样下去 社会学家都指出性别歧视 和不平等会更加严重 而且男女比例会失衡 大卫、格兰等一帮政治学者深知警告 一个男女失衡的国家 会比较不稳定、比较暴力 甚至比较容易发生罪行或者战争 有方同学没有跟我们正视问题 反而用刀去斩断父母和子女的家庭伦理 值得吗 在座各位 有方同学手上的这把刀 其实是一把手术刀 这把手术刀本来是为了针对一些严重的遗传病 是为了医病而去做性别选择的手术 很可惜这把刀现在被人滥用了 成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 一下子划破了父母和子女之间应该有的伦理关系 世界人权宣言开宗明义讲道 任何的权利都是为了世界的自由、正义和平 今天我们看不到性别选择 和这三点是有任何的关系 这种不是尊重人性的权利 而是操控别人的权力 所以父母选择控制子女的性别 也都有违伦理 也都不合乎法理 根本就是不可以成立 一开始我说子女是父母的礼物 其实反过来 父母又何尚不是子女的礼物呢 父母不能选择子女 子女也不能选择父母 但是有没有选择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们之间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 预祝大家圣诞快乐 多谢各位 正方结面所用的时间为2分56秒 无超时不需要扣分 经过一番的争辩之后 比赛告一段落 现在有请评判整理分子 哦 没错 无反正的这一段落 你们好 現在有請各位評判就這場對賽雙方的表現作出評語 首先有請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黃天忠先生 是米是米,各位五安,今天非常開心可以來這裡做這場辯論比賽 我自己在大學都有打辯論的,但是現在已經畢業了 以我的觀察,同學如果來跟我們比賽,我們都可能會輸給你們 真的打得非常好,我特別想讚大家在公辯環節的表現尤其是出色 無論是公辯,或者答公辯問題的同學都是做得非常好 你們是非常了解賽規,知道什麼時候要問問題,什麼時候要答問題 也都很留心聽對方問什麼問題 例如反方問你有沒有,就答有沒有 那麼正方都有一個合適的反應 所以我覺得兩位公辯和三位,各自都三位的回答公辯問題的同學 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麼今天條辯題,我也給雙方一點意見 那條辯題就是父母就不應有權選擇子女性別 那麼正方和反方說的論點都是比較清晰,我也聽得很清楚 正方就是說,愛就應該是無條件的 就不因為子女是男還是女就有區分 而且做這個選擇的過程,那個失敗都會有風險的 那就有機會就會失敗,那就不太好 那麼反方就是說,現在有些特定的遺傳病就是指向特定的性別而已 所以我們為了去預防這些遺傳病,就應該給這個權利給父母去選擇性別 還有有些情況就說領養,領養父母都應該有權去選擇 究竟他領養的小朋友究竟性別是什麼 這樣都是非常之清楚的 但是我有兩個意見可以給大家 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內容那裡更加講得豐富一些 那麼有些什麼提議呢? 第一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究竟遍題裡面的父母究竟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今天有兩類型不同的父母 第一類型的父母就是普通親生的父母 另外一類型就是領養的父母 那麼究竟遍題講的父母是哪一類的父母呢? 我想如果同學在比賽裡面講得更加清楚的話 那麼評判就會更加明白究竟哪些才是遍題裡面所講的父母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同學都有很激烈討論的就是關於權利的問題 什麼叫做有權 那麼權利這件事就很有趣的 例如說學生其實都是有權在學校講話的 但是有很多時候學生就不可以上課的時候 無端端跟隔離聊天 因為要守規矩 所以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權利這件事呢 我們給的太多 任他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會顯得很霸道的 但是如果相反呢 我們給的太少他的話 那就好像搞到他好像都跟沒有權又沒有什麼分別 很矛盾 所以我想雙方的同學要想清楚 究竟我們給他的權利那個限制是去到哪裡 究竟是任意由他選擇 還是呢 完全不讓他選擇 因為好像正方去到比較後段的地方 結辯同學都有說 在一些很極端的情況之下都可以的 所以呢 可能要更加清晰就會更加好 最後 多兩個很少的建議給正反方 就是呢 我很有興趣知道那些的病 究竟是什麼病來的 那麼反方就很好 在結辯那時候就跟我交代了說 有四千種遺傳病 就二百多種才是男性 就會有機會去遺傳到這個病 如果可以早點說呢 就更加好了 正方都有類似的問題 例如 關於那個流產的機會率 究竟是五至六成 還是有九成的成功率呢 如果早點有交鋒 就會更加好 不過呢 這些呢 都純粹是那個內容的問題 我們可以用很長的時間 去慢慢去進步 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想說的重點就是呢 同學拿著這些內容 都說得非常之好 那個的交鋒 尤其是我剛才所說的那個公辯的交鋒 真的非常之欣賞 如果呢 我回去大學的時候 可以有同學這樣的水準呢 那也是不錯的一件事來的 希望呢 同學可以享受這次的辯論比賽 如果你問我呢 我跟大家說 大家都準備得很好 進步就一定有了 我們留下一場就繼續進步了 這樣呢 就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可以參與這個辯論的活動 那我將時間再交給另外兩位評判 那應該有更加多精彩的評語 多謝各位 謝謝黃先生 接下來有請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辯論隊趙德康先生 為今場的比賽作出評語 有請陳先生 是咪咪是咪 哇 就是在座各位大家好 那今天一來到 就是看到雙方對賽的表現 真的都 因為第一次看小學辯論比賽 那中學啊大專都看了很多 都很差異原來現在小學辯論已經是這麼厲害的了 那就是想回自己小學的時候 其實我講話都真的一般 甚至我中學打辯論比賽 都可能沒有今天雙方表現得這麼好 那抵讚的就是 其實兩邊他們的持風都很銳利的 其實他們講話都很流長的 那特別正方 其實他們整場四個人 他們是很一致性地去攻擊反方的 那這樣其實是很抵讚的 因為很少見 甚至中學、大專 其實都很少見到 有這麼一致的整體合作出來 那特別是 譬如公辯這樣 他的持風很銳利 那就不斷地質問反方 那準備方面其實都很充足 是看到大家的 那反方其實準備都很充足的 例如他們都花了很多心思 在自己的那個論點和主線的建構上面 即是譬如他們都知道 其實如果說權利 即是任選都可以的話 那他們就可能有些洩漆 那他們都說是要特定情況之下才可以選的 那這方面都見到其實反方有心思的 還有他們的鋪牌 即是譬如反方的公辯的鋪牌 其實他都打算給一些陷阱位 逐步逐步地逼正方拍一些東西 那都見到其實大家在準備 和在這個鋪牌上面都表現得很好 那有少少意見可以給大家的 那就是反應方面 譬如正方問反方 他們有些東西你認不認 那有時反方是很立即這樣就可以答你認 或者不認 但有些問題呢 就可能停了在這裡想得久了 那如果譬如是有些東西 是你們本身預備了的 那不妨大方這樣出來跟你說 認吧,是吧,不是吧 其實會讓大家見到你的準備 或者你的想法是很一致 而且反應很快 那意見都是這麼多 或者交給另外一位評判 謝謝陳先生 最後有請香港青年協會青樂幼稚園校長 趙家文小姐 為今場比賽作出評語 有請趙小姐 各位老師 應該都有家長 同學大家好 首先看一場辯論比賽 其實雙方同學都準備得很足夠的 就是很多學者去支持 很多的條例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要讚同學的 第二件事 提醒先 我猜今天是否第一場打 或者可能有些第一次參賽 比較緊張 沒什麼笑容 其實當我當時打辯論比賽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 你要夠淡定 還有你要笑 給予別人的感覺 我出來是一個很強的握劵 我自己是很有信心 我跟你說 我的立論是成立的 別人就會覺得 這些都是一些印象分 第二件事 可能因為條例 或者定義太多 都能看幾多稿 所以可能再之後慢慢進步 可能真的要訓練到自己 一說話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在腦袋看著你說話 其實這些是要慢慢練的 你們是小學生 當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而第三件事 也想說一下今天的辯題 其實我第一次和負責比賽的人士 他們說 其實這條辯題也挺難的 因為對於學生來說 可能有點遠離了生活經驗 但我今天聽到 首先他們做了第一件事 就是立了定義 反方是很強的 他一來我就是特定的前提 我的論點是基於一件事 很強的 而正方就比較用一個大圍 闊一點去說的 譬如說到有後果 有男女不平等 其實大家在辯論的時候 反方其實可以不妨 堅持自己這個特定的前提 然後再將一些 正方所說的男女不平等 或者有什麼後果 就要逐一去打散這些論點 因為其實結辯是提到的 最後一個論點 譬如有些社會學家說 如果能選擇性別 男女失衡 有什麼可能 歧視 其實他說了 因為中國的例子 因為重男輕女的觀念 就未必是關於父母選擇權利的論點 所以這些論點可以一早提出來 去打散這些 而第二件事就是正方說到有些後果 如果是墮胎 其實你們可以再強調一點 如果我沒有權選擇 可能有些遺傳病的 後果可能比墮胎更嚴重的 即是用後果的嚴重性去說 立論就會強一點 而其實這個愛其實也挺闊的 其實反方都可以嘗試舉些例子 就算有些家長可能選了 但也會很愛 也有說的 但可以再強一點 所以其實今天這條辯題 我覺得是困難的 而其實大家雙方和我 都有很好的不同的論點 但可能基於辯論的技巧 以及回應別人的論點的時候 可以再落些功夫的時候 會更加精彩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了 謝謝 謝謝趙小姐 接著下來是宣布賽果 今場進來的賽事是第三輪初賽 便提為父母不應有權選擇子女性別 由正方保蘭局莊啟晴小學 對反方沙田崇珍學校 首先公佈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今場的最佳辯論員為 正方主辯謝慧妍同學 所有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將於賽事的總決賽頒法 而現在公佈比賽的結果 賽果為3比0 由正方保蘭局莊啟晴小學勝出 今場比賽的評分子 將會放在主席桌上 對賽雙方可以派出代表去越南分子 比賽過後參賽隊伍不能夠再查越分子 保蘭局主辦第四屆全港小學校制辯論賽 第三輪初賽已經結束 感謝大家來臨觀賽 另外有請各位評判以及對賽 雙方現在拍張大合照 謝謝 谢谢观看